大家好,我是2022年6月10日 唐山市烧烤打人时间的出见民警陈志伟 这是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号130-227-1989-0301-6473 这是我的远警官证 远警号081720 我现在在一省外地实名举报唐山市 曹河家区办案人员 在办案期间对我采用违规的审讯手段 从而获得非法笔录 对610事件的相关真实过程 他们不如是制作笔录 掩盖相关事实真相 对我接受采访的过程 不如是调查记录 最终为了让作为基层民警的我被黑锅 而对我进行迫害 罗治罪名强行定罪 2022年9月初 我被转押到曹河家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 我曾两次收写申诉信 进行组织内的申诉 至今已近两年没有积极的结果 我自去年7月16日恢复自由之后 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纪委监委信访等多部门 实名举报我的案件存在的问题 各部门均告知我 他们收理了我实名举报的问题 但是均没有了下文 我想让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曹河连区法院 提交再审申请书 但是他们根本不作为 只用延期的司法手段拖延我 对于620事件的相关实质真相 由于视频时常限制 我在这里先简述三点 一 620案发接警后 到到达现场用事近半个小时 造成出警严重 迟雾 而当时我在派出所 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 并且我是在凌晨近三点 才被通知到有该警听 而临时出的警 从我接到命令 到到达现场 实际用事是十余分钟 二 我出警后 处理610警情整个过程 用时近三个小时 从半夜一直处理到天亮 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 三 我在接受采访的现场 当着唐山市 多个部门 十几名工作人员的面 如实说清楚了 我出警用时 是十余分钟到达的现场 新闻稿上所说的 出警五分钟到现场不对 我拒绝念新闻稿 但是我仍被现场的 世纪领导排桌子 严厉命令威胁我 赶紧照着稿子电 在接下来的实名举报中 我会将610事件的 所有事实经过说清楚 并且我均有客观的录像 录音 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相关证据 和人证为证 我对我以上所说 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我不要再看